謎 日子 嗨 大家好 我是古青 這次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DK MOBIO 英雄歸來這款遊戲 那這波我們整理了一些 開服的福利還有職業介紹 另外還有抽卡系統的資料 要來讓大家了解一下 DK這款遊戲哦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開服的福利有哪些哦 首先第一個是 預熱獎勵 慶祝預約突破50萬 官方有贈送這個 魔法人偶15 那15也都是紅瓦 另外除了紅瓦之外 還有30抽 在登錄的時候就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裡面 這個要怎麼領呢 這個部分其實很簡單 就是 我們一開始鑽腳 鑽完之後 角色鑽完之後 進來遊戲裡面 然後點這個郵件 你點這個章條線 然後點下面的郵件 就可以 零到我們的15 15在裡面的這個 這個紅色的卡片 就是15 有沒有 台灣15幣得券 另外還有一大堆獎勵 獎勵超級多的 所以大家 記得 進來遊戲的時候你就把它 宣布零收 把東西都零一零 15還有好幾萬的一個 金幣 你看我們目前 金幣就有100多萬了 15直接使用 使用的時候在魔法人偶裡面 就可以把它召喚出來啦 這就是我們的15 Po3 好 看下去 這樣就出來囉 那接下來第2個是 每日福利 每日福利 他累積贈送有120抽喔 那基本上就是 每天都要登完 然後最多可以拿到120抽 然後最後一天 還可以拿到紅便喔 來看一下喔 這牽到的部分 每日牽到的部分 在這邊喔 每日牽到 第一個是這個 120抽喔 就有10抽10抽 然後來搭配一些 小道具喔 像是這個 普通時間的一個石頭喔 副本的一個時間喔 還有 住房耶 哇還有住房 住房住 還有住順 算喔 啊這個寶箱什麼 手環 一教徒的手環 這什麼 一有 裝備是中民體 這個是 難道是我們的藍布嗎 欸對 沒錯這個就是藍布啊 21天要有送 藍布一張喔 然後住房住又來一輪 然後最後一天是我們的 英雄必 動捲 英雄變身必送捲 就是直接送你紅便的意思啊 只要我們 累積千到28天 就可以拿到紅便啦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3個 7日登入的部分 那7日登入也就是在 簽到的這個 每日優位2 每日優位2 這邊喔 那這邊有7天的登入 7天的一個簽到 那每一天 簽到的話可以拿到1萬金幣 然後再對應每一天拿到的道具喔 像第1天可以拿到50萬金幣 還有一個成長藥水 然後第2天可以拿到魔法娃娃的一個抽卡 然後第3天 也一樣啊可以拿到50萬的金幣 還有龍騎士的祝福 喔戰鬥捲一張 還有 終極的魔法娃娃抽卡2個 大家這邊有 4箱是不是 4箱都一樣的 然後最後一天是可以拿到這個 戰績的變身召喚券 可以拿到10張喔 好那以上是 開服福利的部分 好在看完開服福利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DK有哪一些職業喔 好那DK目前也有5種職業喔 分別是 不畏信仰的守護者 正騎士 還有碾壓敵人的破壞者 戰士 第3個是 摧毀敵人意識的神功 弓箭手 第4個是 指引死亡的死神 術士 接著 最後一個是 戰場的指揮官 法師 目前有這5種職業喔 非常的多喔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聖騎士的職業喔 聖騎士是遊戲裡面的坦克 有著強大的體力 還有防禦喔 是很堪很堪的一個職業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聖騎士的特色技能喔 首先第1個是 神聖寇吉 那這一招 是聖騎士的一個衝鷹技能喔 可以對目標造成物理障礙 並有一定機率造成 狐迷喔 這一招 可以讓對方 無法動彈喔 是一個 很強勢的一個控制技能 接著第2的技能是 承判 承判可以弱化目標 讓對方的攻擊力 直接 減少10點 好接下來第3個技能是 神聖復仇 這一招 有近距離 斬壁加石 還有反擊的能力喔 那反擊 也就是可以 對攻擊我們的敵人 進行反擊喔 只要他攻擊我們 我們就可以 自動反擊敵人 這一招是很強勢的技能喔 如果你想要玩聖騎士 這一招一定要有 好接下來第4個技能是 屏障喔 這一招是聖騎士的團隊技能喔 它上面有寫 PARTY PARTY 這個字就是 團隊技能的意思喔 那這一招可以讓周圍的隊友 增加10點 防禦力喔 那其實啊 在TK裡面 每一個職業都有 團隊技能 使用喔 你有看到這個標誌的話 就記得放一放 讓增加隊友的一個能力喔 讓隊友 變強一點 大家 整個團隊 整個小隊 變強一點 就是要自套這個 團隊技能喔 團隊技能真的是很OP喔 可以增加我們隊友的一些能力喔 所以大家 有看到這個技能 你有這個技能 在 組隊的時候 你就記得要放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2個職業 戰士 戰士在物理攻擊 防禦力上面 有比較突出的表現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特色技能有哪一些喔 首先第1個是我們的這個 暈厥扣吉 這一招喔 可以讓目標造成物理傷害 並且一定機率造成無名喔 這一招跟我們正極士的神聖扣吉 一樣喔 都是帶有 無名的一個控制技能喔 那無名的控制技能在遊戲裡面打架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能喔 可以讓對方無法動彈 另外還不能飛走 好接下來第2個特色技能是 勘鐵皮膚喔 這一招可以解除所有的簡易 還有異常狀態 另外啊還可以增加技能看性50點喔 可以讓戰士的技能看性提高非常多喔 好第3個技能是 制服 這一招可以祝福敵人 讓目標無法移動 無法使用移動卷軸 還有傳送 是打架很強勢的一個技能喔 跟這個 胡文爵扣吉是類似的 不過這一招比胡文爵扣吉 還要更強喔 好接下來第4個技能是 雄心鑽石 這一招是戰士職業的團隊技能喔 可以讓周圍的隊友攻擊力提升5點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3個職業喔 弓箭手 那弓箭手是注重於 單體遠程攻擊 並且有 多種 控制技能可以用於戰鬥上面的職業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特色技能有哪些啊 好首先第1個技能是大力旗艦 這一招可以祝福敵人 讓敵人無法移動 乖乖賬喔 讓我們攻擊吧 好接下來第2個技能是我們的沉默 這一招也是很OP的技能喔 讓敵人無法使用魔法 沒有辦法使用技能喔 好接下來第3個技能是皮爾斯射擊 這一招算是弓箭手的重點輸出技能喔 平常在打傷害啊就靠這一招喔 好接下來第1隻的技能是收缺劍 這一招可以讓目標受到物理傷害喔 並且帶有沉默 無法使用道具 無法傳送等等的效果喔 算是 效果一大堆的一個技能喔 算是弓箭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技能喔 好接下來第4的職業是法師 法師算是遊戲裡面的奶媽喔 有補血技能這裏治療的隊友 特色技能有哪一些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第1個特色技能 當然是我們的補血技能啦 治療之強 這一招在這裏維護周圍有方的生命值喔 算是 恩乃的一個技能喔 要補血就靠這一招喔 這一招直接補血 補血 範圍要很大 有組隊的隊友都可以補到喔 好接下來第2個技能是 雷霆造腕 這一招除了有魔法傷害之外 還可以讓目標昏迷喔 喔法師職業也能暈冷 真的是很特別的一個技能喔 好接下來第3個特色技能是 強效治癒之斃喔 那這一招也是補血的技能 補得比治療之強還要多喔 所以如果你這兩招槌起來的話 你就是一個 非常稱職的奶媽喔 有兩個補血技能可以使用喔 幫助我們隊友 進行治療 進行血量的回復喔 好接下來第4個特色技能是 火焰槍 火焰槍算是一個單體的魔法傷害技能喔 它帶有休克的效果 可以讓目標無法動盪 好接下來是第5個職業喔 是我們的術士 術士嘿 給技能帶來巨大的傷害 魔法傷害就交給術士吧 另外啊 術士還有很多團隊技能可以使用喔 可以大幅強化我們 周圍的隊友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哪一些特色技能喔 好首先第1個技能是 靈魂恐懼 這一招除了可以造成魔法傷害之外啊 還可以讓目標的攻擊速度降低200喔 接下來第2個特色技能是 地獄詛咒 這一招可以讓目標的補血 變成扣血喔 非常OP的技能 如果你在打架 對目標放了這一招之外 喔 搞不好 目標會 被他的隊友得 補死喔 補血補血補血 結果變成扣血 直接把他扣到死掉 接下來第3個技能是 暗A風暴 這一招是 範圍的傷害技能喔 並且帶有沉默的效果 可以讓目標無法使用技能 算是一個很厲害的技能喔 接下來第4個特色技能是 狀進免疫 這一招是我們術士的 團隊技能 可以讓周圍的隊友 受到的傷害 減少20%喔 非常OP的技能喔 可以讓我們的隊友 變得超級彈喔 障害職業減少20%喔 非常厲害的一個技能喔 好那以上就是 DK的五大職業的介紹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DK主打的抽卡喔 我們直接到三層抽一波來看看喔 那這邊有賣這個360鑽 然後 5抽的這一種 每的伺服器可以抽10次 這個10次的意思就是說 這直吃的價格是比較便宜的喔 原本是500多鑽 每的伺服器的錢 直吃抽卡 只要360鑽就可以了喔 變身跟娃娃各有10次的機會喔 所以用比較便宜的鑽石 來進行抽卡 那360鑽的五抽 基本上一抽只要72鑽是非常便宜的喔 相較於其他遊戲 其他遊戲一抽可能就是要120鑽啊 或者是100鑽左右 這個DK的只要72鑽 算是非常便宜的一個抽卡 所以大家記得要抽好抽滿喔 另外DK的抽卡系統也有一個很有趣的設定喔 就是這個額外獎勵還有隱藏獎勵的一個部分喔 那我們進行五連抽的時候啊 有可能會觸發這個 額外獎勵跟隱藏獎勵喔 首先他這邊有介紹三種卡牌啊 第一種是普通的卡牌就是這個 班的沒有邊框啊沒有卡貝這種 然後第二種 就是有特殊塔貝 特殊塔貝 也就是紅色這個圖案的 你達到三個 出現三個就可以進入 額外獎勵的一個階段 然後第三種是這個特殊邊框有這個空框的 只要你有五個 五張都有這個空框 就可以進入硬藏獎勵的階段喔 首先是第一個是 額外獎勵的部分也就是 特殊卡貝的部分也就是有這個 卡片喔紅色這個 只要出現三個就可以進入額外的獎勵喔 那這個獎勵也是 蠻有趣的喔 你可以額外的再進行 直四五連抽 可以再多抽直四五連抽 然後他會根據不同的倍數 給我們一些 額外的獎品喔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邊就是拿到的 附加獎勵喔 跟這件卡牌喔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特殊邊框的部分 只要出現五的邊框喔 五張卡都有邊框 金色的邊框喔 就可以解鎖 印藏獎勵 那這個印藏獎勵也就是 翻卡的一個 活動啊一個小遊戲 你在這12艘裡面啊 最先翻出 三個一樣的 就可以拿到對應的寶箱喔 像這個圖片裡面啊 他最先翻出的是三個藍色的 因為他這邊有兩個紅色 兩個綠色 兩個紫色 那他最先拿到的 最先充滿三個的是 藍色的部分 三個藍色 所以他獲得一個 藍色寶箱 那這個藍色寶箱裡面拿到的東西 是一張藍瓦喔 所以 你如果有進入這個 隱藏獎勵的階段喔 你就是應該是 很有機會拿到 紅瓦 或者是紫瓦喔 有機會拿到紫瓦喔 所以大家 要拼一下喔 這個獎勵算是非常有趣的喔 好那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 DK的作品王遊戲啊 之前官方有公告說要推出財府的時候啊 在這個章節裡面喔 裁判的一個 財府的收卡機率是比安府還要高的喔 大家公方這邊有寫到 大家這裡去查他的公告喔 所以 我們台灣這個財府啊算是 比較佛心啊 喔 比安府 當初的收卡機率還要高很多喔 所以大家取得紅瓦文化的機率應該是蠻高的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這部影片的介紹喔 我們介紹了 開服的福利 直接介紹 還有 抽卡系統喔 介紹就到這邊囉 我是古青 我們下次見大家要記得訂閱喔 掰掰 committee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